觀眾觀眾 你有沒有在買票的時候 發生一票難求的情況呢 目前 日前的刑事局警方呢 就在新北市逮捕了一名週刑嫌犯 他做了什麼呢 原來他在搶票的時候呢 竟然利用AI技術來搶票 平常呢 我們買一張票 大概需要兩到五分鐘的時間 但是這名週刑嫌犯 利用這個AI技術呢 竟然一張票只需要四秒鐘的時間 就能夠搶到 到底他是怎麼做到呢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刑事局警方 隊長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說 這名嫌犯他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技術來搶票 好 首先我們先說明一下 一般民眾正常的買票流程 一般民眾買票呢 首先會登入官方的系統網站 然後選擇想要的場次或座位 再來是回答售票系統的官方問題 然後呢 輸入圖形驗證碼 這一塊呢 因為這個驗證碼 必須要透過肉眼的辨識 所以呢 是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最後完成付款 取得門票的序號 那正常來說 如果這段流程是順利的話 民眾大概需要花三到五分鐘的時間 來買一張門票 但是犯嫌呢 他非常的厲害的地方在於 他把這些流程全部都寫在一個程式裡面 而且我們必須要花比較多時間的 這一塊呢 他去運用AI的深度 學習的卷經神經網路的理論 然後來做圖形驗證碼的自動辨識 所以他整個流程執行呢 只需要按一個鍵 然後只要四秒就可以買到一張票 就是他跟一般民眾買票不一樣的地方 好 謝謝隊長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名嫌犯呢 他其實這個搶票技術 可以說是相當高明 根據我們瞭解呢 他其實是國內頂尖大學 畢業的一個高材生 他其實呢 本來就熟知這種技術 但是呢 沒想到他去用來 在這個黃牛買票上面 根據瞭解呢 這名周姓嫌犯呢 他已經從事這個行業 大概是五年的時間 近三個月呢 其實舉凡像是藝人王力宏 和韓國藝人泰野 都可以看到他的買票蹤跡 光是三個月呢 他不法所得就高達27萬 而其實呢 這一次能夠成功破案呢 都要歸功於這個六月呢 其實推行了一個 叫做文創法的東西 民眾呢 如果從事這種黃牛的工作呢 都會被這個文創法給規定 就是為了杜絕這種黃牛的亂象 我們只要從事這種黃牛的行為呢 最高可能面對 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是三百萬元以下的罰金 而這一次呢 警方成功逮到的這個 這個AI黃牛呢 也是國內首例